欢迎收看维新世界田园交响曲 我们今天维新电视的田园交响曲节目 很荣幸可以访问到中兴大学循环经济研究学院的 王生阳 王院长 是要先来跟院长请教一下 循环经济研究学院 它是在告诉我们大家 我们正在往哪一个方向去进行一个很棒的经营 我很喜欢回答这样的问题 我妈妈跟我说 循环经济就像现在问的问题 到底在做什么事 循环经济是不是在资源回收 是不是跟垃圾要回收的感觉 我说当然不是 循环经济这个名字其实在大概二三十年前就开始出现 它相对的这个名字是古时候有名叫做线性经济 线性经济 线性经济 循环经济的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地方线性经济 就是它的思维就是我们从资源获取完之后 我们就去生产制造 生产制造就要利用 利用完之后就丢弃 所以这个的结果就是你会不断的去找 掠取掠夺自然资源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之后 我们的人们人类就开始要用更快更好的技术去大量生产 降低成本 这样子会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不断的去掠夺自然资源 那造成什么问题 造成现在的整个地球的山高 温度高 然后什么东西就高 就是它就是变成是一个 就是目前为止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的要静零碳排 为什么要静零碳排 就是因为环境变迁 环境变迁的原因 就是刚才讲的不断去掠夺自然资源 不断的排出二氧化碳 所以让整个地球环境改变 所以人类就开始想到说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所以有一个 我今天这个名字叫做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需要在从拿到自然资源之后 我要用一个可以去设计的 设计过后的 我要好好的去 我这个东西生产完之后 我不会把它用完就丢掉 就是你那时候开始就是要可回收 可再利用 可再生的这样子的这种生产过程 然后做完之后 我们人类使用完之后 也要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再拿回来再使用 所以它基本上 它是一个尽量的去减少对于自然的浪费 自然的资源的掠夺 像这样的理念底下 所以大家开始在推动所谓的循环经济 这样子的这个精神跟它的理念 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年代 2024年 面对现在譬如说极端气候 这样子的变化 我们现在这样做来得及吗 这个是很让人家不知道该怎么去讲出事实 我们预计整个人类认为说 我们应该在2050年以前 把二氧化碳的排放减少到现在的一半 我们的目的是 我们的这个目的是这样 所以我们特别是我们台湾也一直在认为说 我们也是要达到这样的目标 特别是在很多的单位 都最后就我在2040年就要达到这样的目标 那为什么呢 我简单的说 如果大家注意的事情说 我们的大气里面的二氧化碳 从古时候 大概是260到70ppm 到现在已经达到410多的ppm 那这个结果造成什么意思 我们地球的温度越来越高 在去年的8月初的时候 8月4号还是5号的时候 是人类在地球上有史以来发现 量测到地球的温度是最高的温度 听起来不是很高 大概全球平均是 大概17度到18度之间 但是这是包括冰山 包括北极南极 这样平均起来 所以这个温度会不会回去 不会回去一直会上升 那现在就是目的 刚才我目标就是说 刚才您问的就是说 我要怎么样能不能来来急 其实以现在的能力 我们现在的规范 这样子推演是来不及的 是来不及 但是要不要做 当然要做 而且要不断的再去开发 好的方法 用不同的能源的使用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要去教育 我们现在的一般的 所有的不是科学家 也不是官员 而是全民 因为在这个地球上 每一个人 这个地球公民 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 你不去弄 我们这辈子看不到 但是我们下一代 已经看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做 你如果来不及来得及 还是要说来得及 我们要赶快 从来不嫌晚 还是要去做 从我们自己做起 比方说节能 比方说我们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损害 的伤害 这都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中心大学这边 其实它怎么样配合政府这边 开始做这些规划 筹备等等的工作 这个大概历时多久的时间 其实中心大学一直是 以农业生物开始来发展 事实上 虽然现在已经是全面的在发展 但是中心大学的优点 就是它对生物农业 它是一个非常有研究历史 跟研究实力的一个地方 所以在三年前 那时候政府因为受到 这个一些压力 什么压力呢 就是做半导体 这些工业的那种厂商压力 我们人才不够 所以那时候想要说 有没有办法请大学来帮忙 培育像这样的人才 但是像人才会有点 人家对我说太偏颇了 你不能只独厚半导体 种种产业 所以那时候干脆我们就说 把我们国家重点发展领域 一起来做这样子的教育的 单位的心设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重点领域 就是大家常见过了五加二 半导体 智慧制造 金融 还有一个加二 就是循环经济跟农业 所以那时候中心大学想说 我们来筹设一个 上将的研究学院 所以大概三年前 由我跟筹备处的主任 是我们的黄振文副校长 他就说你这小孩 你来倒出个跑腿这样子 所以我是担任执行长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 筹设一个学院 所以中心大学那时候就是 除了原来既有的 这样子的教育跟研究之外 我们特别找了一几个老师 我们来弄一个像这样子 但是还是结合 全校的老师的力量 就是目标 就是刚才我所讲的 叫做循环经济 这样子的教育跟研究 大概是 你如果问过历史 大概三年吧 但是这个循环学院 有一个非常具有的特色 他是全 不要说亚洲 可能是全世界 唯一的一间 这个学院 大学 是用循环经济这样子的名称 来使用的 也就是说他的专业性跟 就是针对的这个研究内容 和针对性 其实是很集中的 对 但是我刚才讲过了 就是循环经济 它是一个精神 跟一个态度 所以他不是有哪一个学科 他是就知道循环经济 而是说在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里面 他怎么去把循环经济的精神弄进来 在农业生产 怎么用循环经济 是这样子 所以老师学生 他们的这个选课是很多元的 但是我们其中的两门课是全院 不管你是哪一个主修 一定都要会 对 第一个就叫 客名就叫循环经济 第二门课叫绿色伦理 所以我们希望这两个东西 贯注到各行各业各个领域 其实循环经济这个学院 他来培育学生 是希望在各个领域的专长的人 都有这样的精神 都要我们循环经济的 这样的精神下去做 这是最大的特色 然后再借由他们各自 在不同的专业领域里面 可以去发展的 这个循环经济的这个循环 对 没错 让他们自己去发挥 应该这么说 我举个例子 我们如果 我们学院里面有个叫 半导体的学程 一样半导体学 那中庆大学的半导体学程 跟台大会有什么不一样 没有错 半导体在这个科技 跟经济的发展上 它就是要去做更快速的 比方说更精密的晶圆 像这样的设计或更东西 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比方说 你半导体的制造完之后 你那一些废弃物 或是工业的东西 要怎么去回收循环 比方说我们如何设计一个制程 让这个东西能够尽量减少 我们这些的东西资源的耗费 对环境的损伤等等 所以我们着重的是这一点 那比方说我们强调的是 比方说我们另外 我们有一个学生 叫做植物健康 植物健康的学生 那植物健康的学生是什么意思 不是把植物让你吃得健康 而是让植物长得如何健康 那植物长得很健康 我们如何去让这个植物的生长过程 我们如何去减少比方说农样 比方说肥料的使用 让它更环境的友善 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说如何去制造 在制造生产的过程中 把这个讲到最低 这是我们认为说 就是我们要去努力 也让学生应该用这样的思维 去面对他们以后在产业上 也要衔接 所以他们马上可能做完之后 他可能就是要到第一线去工作的 高阶人才 所以他就必须去了解 这个精神在什么 所以他把它运用推广出去 我们的学院 只有硕士班跟博士班 所以他的标准的修业年限 硕士班是两年 当然你如果做不好 比较第三年 但是博士班就是四年 我们这是两年到四年 就是出来就是硕士学位跟博士学位 其实这些学生 他们已经具备在大学部的 基本的一些课程 比方说他进来可能专业科目 本科他已经修了硕士班 可能已经有三十几学分 以前专业科目修过了 他们进来进来 大概只要修二十四个学分 二十四个学分是全校的课他都可以修 就是指导教授跟你讨论 哪些课你应该修 那这些课修了之后 就是刚才讲那两门课 他必修之外 其他就是 你的哪些还在补哪些专业 去做这样的事情 是这样子 所以他的专业课程是 其实不会跟其他的研究所差太多 差不多正在 你要汇 你要做健康食品保健食品 要汇的就是那些东西 你要去把植物农作物做好 还是要汇那些东西 只是说在这里面 我们加进去 怎么叫做绿色伦理 怎么叫做循环经济的精神进来 那智慧科技的这个部分 又是会前涉到那些方面 对 这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说其实我们 我们的比方说我举例说 我盖了这个工厂 我要升级它 我要升级它的时候 我就必须有另外一套新的机械进来 所以我可能就把这些机械淘汰 或是干嘛 净化2.0的 对净化2.0 1.0 但是我们希望是说 我们当初要设计这个制程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要把它变成模组化 所谓的模组化 就是说我这些东西是 要再来利用再次使用 我只要改一些东西就可以再用 那像这样的制程 也是一种绿色的科技 所以我们尽量让我们的学生 有了这样的精神跟认知之后 他未来面对他的工作的时候 他就用这种思维去看 怎么去把它这样往下做下去 这个是我们讲说 除了对资源的减少浪费之外 我们希望在生产过程 你的流程你就必须要有更有 这种所谓的这种循环的概念 那这样要改造的部分 要微调的部分其实蛮多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的生产制造流程里面 你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思维来看 我是不是要换新的 我是不是要重新来一次 是是是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 反思的一个学习 对对对对对 总是会觉得说理所当然了 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呢 就是自然的一定要有这个阳光 对空气水 对他都是源源不绝 对但是你源源不绝 用物质不绝也用物质不尽的 它是它除了用完之后 它还会制造污染 它会制造 所以这个如果大家可以体验到这一点 我们人类从大概几亿的人口 到现在全球快九十亿的人口 你用的资源没有变多 还是一样这些资源 所以你不回来还好地反省的话 你可以真的觉得说 我们会对不起下一代 所以我觉得刚才院长您比喻非常好 就是地球的三高 对对对 它就是一个大的人体这样子 我们其实如果一直耗费它这个 譬如说母钱一直花光 对对对 资源用完了 对对 那我们像我们现在像我们说的 血压高 然后这个什么血糖高 我们吃药就会好 但是地球的三高 温度高 有点像是不可逆的 污染高 怎么要吃什么 只有一件事情 回归循环经济 就是减少对资源的耗费 用这种思维去看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想法 那讲是很容易讲 但是让你去改变 冷气开低一点 或什么 这个其实都是 对都一样 都是我们要去面对的问题 那我们在资料上面看到 就是学生 硕博班的学生 这样合起来 大概也有将近90位是吗 一年90位 一年90位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180位同学 对 今年已经第二届了 坦白说 我们学院的招生状况还不错 因为高教师来评鉴都说不错 为什么 因为现在台湾因为少纸化 然后有一些研究所 是比较难招生 那我们目前为止 举比方说 我们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学程 一年只要两个博士班学生 做的有关 刚才讲那些这种 这种整个对于环境的变迁 有关的 讲的比较俗话一点 就像碳的循环 象征的学生 要录取两位 有十几个来考 一年 就是今年有十几个来考 那竞争比大学年考 很激烈 那通常就是我们现在 当然有的考完之后来报道率 我们觉得没有大百分之百 但是到了九十几 因为有些就考了之后 他别的地方有上 他就去那个地方 所以你看看 我们这个东西其实 真正我们的院开始招生 是前年 前年大概是六七月开始 第一届 第一届 所以八月开始上课 因为那时候教育部合下来 我们就马上要招生 所以没有什么样的广告 但是我们只告诉人家 要做这个概念 报名的学生还是很多 还是很多来对这个感到认同 可以来做这样的事情 对 相信它是在现在当下感觉它是一个起步 但是后面的这个开展的这个空间 一定是个趋势 就是我们那一天 我记得那一天是大概三个月前吧 三个月前 因为我们中兴新村 现在整个给我们中兴大学 要去 不是整个就南 大概有八十公顷的地 要去做第二校区 就是我们南投分部 南投分部 那时候小英总统来 因为那一天是要把 那边有一个叫巨蛋 还有游泳池 也要请中兴大学来规划管理 那个已经荒废了二十年了 那天总统跟对着我们 詹复制詹校长说 詹校长 我跟你说 我的期望是希望中兴大学 也循环经济的精神 来建设我们的南投校区 连总统都开口这样说 他也知道非常有特色 而且对国家发展很重要 就是循环经济 所以我们学校对于 整个南投校区的规划 也是这样子 比方说我们尽量要采用绿能 我们尽量要让所有东西 能够循环 雨水的循环 什么都要循环 南投中兴是个非常好的 一个大学 可以当个大学城的地方 那我们也计划 我们开始在规划 我们要用微电网 微电网在南投中兴行村里面 甚至我们现在计划 我们要盖一个绿色发电的 绿能电厂 我们要自己发电自己用 这个已经进入规划的阶段 就是我们要用这些 可再生的资源 来规划这个电厂 我们初步规划 一个小时要发 大概650度的电 可以共400互使用 就是我们自己的学校 可以用自己的电 然后我们还可以 share给我们的 附近的居民 社区的居民 然后同时 因为我们发的电 是用可再生的资源 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绿电 这个绿电完 就可以去给那些 像那些大的 那种高科技的厂 他就可以去把这个绿电 所以基本上 这个电厂 它是一个符合绿色 而且我们不需要 去花政府的预算 反而是我们会替 那个学校赚钱 替我们的国家赚钱 所以就是这样 慢慢的在转变 在开始 对 比方说我们里面也推动 比方说我希望学生 住宿舍 那边的宿舍 我们去脚踏车 所以学校我去 那个天购 那个脚踏车 可以让学生使用 然后像这样的事情 我们就希望 把它变成一个绿色的社区 绿色的环境 所以等于学生 他们在平日的生活 行住坐卧 还有学习之间 就已经完全非常的健康 一个绿循环的感觉 希望 希望 我们希望我们的方向 这个方向去弄 如果大家 礼拜六礼拜天 假日有空到中心 中心中心中心在过去 它是依照欧洲的那种 那种花园都市 去设计的一个社区 你可以看到 它几乎没有那种 外面的电线感 它都是地下水 在过去的 这个三四十年前 就是这样规划 那你发现整个 像那个镇 那个小镇 它就都是绿色的 都是树 荒废太可行 对 没有荒废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就是那时候 没有好好就活化它 就是过去的二十年 可能会比较像一些 退休的那些公务员 住在那边 我们希望把那个地方 活络起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 那个国发会 希望我们 还有行政院 行政院国发会 要希望中心大学 来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讲这个事情 讲了二十年了 从1999年 费神到现在 行政院是希望 中心大学 有四千个学生进去里面 但是我们希望 至少我们有两千名 学生可以继续里面活动 那我们一直朝这个方向 在努力 那他在这五年 就是从今年开始算五年 也拨了大概四十六亿给我们 要重新的 那个钱已经给我们了 四十六亿预算已经编了 所以开始要去把那个整个的 这个这个中心新春 打造成一个大学城 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方向 那校长跟我们的整个学校的一些老师们 也很努力的在盯着 循环经济要做这个 这个领头的人 领头羊来做这样的事情 男者多老 没有没有 压力真的很大 因为想说 循环经济研究学院 它是一个独立于大学法外 以外的一个学院 每个大学可以设一个像这样的学院 这个学院的特色就是说 里面的预算跟人事 是独立于中心大学 换句话说 那个钱要院长去想办法 老师的薪水 那些设备 水电 像这些费用 都是我们自己去用 所以我们要跟企业募款 募款之后来付这样子 所以你说压力大不大 当然大 很大的 包括老师的研究经费都是 要透过跟企业的产学合作 那我们的学校很幸运 因为你说台大做半导体学院 OK 因为半导体很有钱 农企业 你觉得台湾有这种大的农企业 运营兼钱吗 而且政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定 要捐钱给学校办教育的 这种企业 每年要有5%的营业额 要用在研发经费 那要会计师认证 所以我们很幸运 我们的学校旁 我们中心新春旁边 刚好有一个 是股票上市的公司 农企业的公司 好邻居 对 好邻居 他就一年就捐2500万给我 好 好 好 那个钱其实够用 够我们的用 然后2500万国发基金 也会相对补助我们 过去还有一些 除了刚才讲的大笔的捐款之外 陆陆续续有些企业界 也看在过去 跟我们的合作的关系 他还是跟我们做产权合作 那所以老师跟学生做研究 我们要教学的 这一些费用就有了 就可以安心的 朝自己的这个目标 全力地去投入 是 是 是 我想在今天中心大学 非常棒的一个氛围里面 森林学系 我想在这个校园里头 有很多很多的宝藏 然后也有很棒的一些 很有实力的这些师资 就是前辈们可以带着孩子们 一起来前进 然后一起把这个 未来的这些世界呢 走得更稳 更好 而且呢 希望让我们更多的 这些社会大众能够了解 这些学校呢 安安静静踩在这 但是他很认真的 走在我们大家的前端 那希望大家更多的 这一些爱心 然后还有奉献跟付出 共襄盛举 来投入在这一块原地里头 今天非常感谢院长 能够接受我们的 有限的时间的采访 但是呢 我们获得的这一些智慧法宝呢 真的是非常无限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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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